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现在很多朋友都关心长安车的质量如何 值不值得购买 因为现在长安的CS55plus 还有这个75plus,UNI-K 卖的都非常好 好多人都想买 但是担心质量问题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长安车 我最早接触长安是长安之星 在零几年的时候刚进修理厂当学徒 那当时这个长安之星是第一代的 卖的非常贵 它的车价将近十万块钱 但是这个长安之星 其实不能代表长安的技术 因为它是长安零木 所以这个发动机底盘还有变草箱 基本上都是零木的 质量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那到后期 长安之星经过了改款 很多重要的固件 比如说发动机变草箱 都换成了咱们国产的 发动机变成了465的发动机 那这个时候 这个长安之星的质量就没有那么好了 但是这些都代表不了 长安现在的技术质量到底如何 今天刚好维修了一台长安月翔V7 是16年的车 这个年份就比较近一点 也能代表长安近几年出的车型 它的质量如何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长安车生锈问题 现在带朋友们去了解一下 这台长安月翔V7跑了8万公里 这个发动机和变草箱都没有进行过任何维修 咱们说说这个发动机吧 这个发动机就是南京的发动机 不过是早期的系列 1.6排量的自然吸气 有91千瓦 这在同级别的自然吸气当中 不管是合资车也好 国产车也好 这个性能还算是优秀的 但很多人说这个南京发动机 它的参数有虚标的情况 那这个咱们是无从考证的 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发动机现在的状态如何 咱们把灯开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发动机 现在这个七门石盖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漏油 漏的还比较严重 这个还没有进行过维修 其他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七门石盖漏油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问题 因为它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换个垫子就可以 而且这个车现在有烧汽油的情况 汽油现在已经缺少 大家看一下 这个汽油现在已经到了下限 但是我保养过很多 1.6的南京发动机 像这个CS35 CS55 长安的月翔V3V7 大部分都没有烧汽油的情况 这台车可能是经常保养的不及时 从上面这个灰塵就能看到 可能保养的不及时 出现了烧油的情况 那这个发动机的油耗呢 其实是很普通的 官方标定的油耗呢 是自动挡的 是大概就是七个油左右 但是这个车配的自动挡 是一台4AT的手自一体变化箱 这个AT变化箱啊 本来都比较费油 再加上它是一台4AT的手自一体的变化箱 这个油耗呢 绝对是不止七个油的 很多朋友开这个车啊 都把这个油耗跑到十个油 十几油耗啊 朋友们 所以说这个长安的车啊 像这种一几年的车 普遍油耗都比较高 那这个发动机呢 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还是比较皮实耐用的 所以说呢 这也是咱们国产车 现在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油耗都普遍偏高 特别是这种自动挡的 我们现在从底盘下面 看一看这个发动机和变化箱的状态 这个发动机啊 还是比较干爽的 变化箱也是 没有任何的油渍 只有这个发动机 上面这个七明石盖出现了漏油 底下呢 还是比较干爽的 所以很多朋友担心 咱们国产车时间一久 会出现漏油漏水 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情啊 现在咱们国产车漏油漏水的非常少 漏油漏水啊 现在是德系车的专利 咱们国产车呢 大部分都是不会的 所以这个车六年的时间呢 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啊 说明这个制造的质量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咱们再看一看这个底盘方面啊 我们国产车的悬架结构啊 都是非常相像的 像这个20万元之内的车 前面都是这种 麦夫勋式的底盘结构 而且好多东西的设计构造啊 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底盘方面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个底盘下面也是比较平整的 该包裹的线束啊 还有这个油管呢 都给包裹起来 还是不错的 这个后边的悬架呢 是一个 非独立的 一个扭力凉的悬架 这种结构 还是比较稳定的 基本上是不容易坏的 那大家最关心的 国产车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生锈问题 特别是这个长安车生锈问题啊 好多人都关心 因为前些年这个长安车 确实锈的非常厉害啊 特别是下面这个门槛啊 这个位置 锈的非常厉害 但是近些年啊 生锈的问题我见得非常非常好 几乎没有见过啊 像这个车 现在六年的时间啊 基本是没有锈的 如果放在十年前出的车型啊 六年时间 这个底盘下面 绝对会生锈啊 特别是这个位置 特别是这个位置 绝对会生锈 但现在几乎没有 车身的其他地方呢 也没有发现什么锈技 现在长安车车身的防锈水平 和其他的国产品牌都差不多 不像十年前出的车型啊 生锈非常的厉害 那像发动机变速箱呢 一些小问题还是有的 像这个发动机啊 跑了八万公里 七明十盖就已经漏油 但是这个问题呢 维修起来还算便宜 而且国产车总体 它的维修价格呢 要比合资车要便宜 因为它车身上的一些部件啊 它的国产化率 要比这个合资车呢 要多很多 所以价格呢 就比较便宜 但是长安车 它的自动挡车型 特别是配这种 AT变速箱的车子 油耗呢 都普遍偏高 其实很多国产车呢 也存在这种问题 那像这个长安车啊 整体质量还是可以的 质量还是比较稳定 小问题呢 也还是有的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转发 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